作為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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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晶剛好門其實聽名字好像是剛好 事實上它的主要材質還是就是我們所謂的壓克力板 它只要加任何的顏色進去 壓克力呈現出來就會有這個顏色 來做成它的表面的材質的門板 因為結晶剛好門幾乎都是亮面的 有少部分有霧面的 那底材的部分當然看各家做的不一樣 有應用到碩盒板 也有應用到木星板的部分 硬度就是壓克力版的硬度 在清潔部分也只能用中芯的清潔劑 比較柔軟的布可以擦拭它 美星板它底材是屬於碩盒板 表面是一層梅納密質高壓成型 這個門板最大的好處是說它的顏色種類非常的多 在價格方面也屬於比較平時的價格 它表面是一層梅納密質 所以說它的清潔也非常好清潔 只要用一般的中芯清潔劑沾抹布擦 擦拭就可以把它擦得非常乾淨 現在我們目前看到的是一個PET成型門 那PET本身就是一個環保材質 是可以分解 一般的PET成型門我們看到都是亮面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超細滑面 介於亮面跟霧面之間 可是它摸起來非常的細緻 這個是這塊門板的一個特色 PET成型門的話幾乎都是進口的材料 所以在顏色選擇性的話 就要看代理商所進的顏色來做選擇 所以可能選擇會比較受限 中芯清潔劑跟菜瓜布 不要太粗的菜瓜布的話來做清潔 都是ok的 鋁匡扶門板它基本的架構是鋁匡門以外 中間的材質 除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玻璃以外 它也可以用珍珠板或石箱木屏 或是其他的總類壓克力板都可以 是百分之百防水 它的鋁跟它裡面的包括玻璃的部分 都是可回收材質 除了烤漆顏色可以變化很多以外 那還可以像我們現場做的這個製作其他的圖騰在上面 只要是版權沒問題的 都可以電腦廢除的方式把它弄上去 因為它是玻璃 所以它在清潔方面是非常簡單的 就算連菜瓜布搓出來不要剛刷 來刷它都是ok的 所以它在清潔跟防水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使用幸福經紀人免費服務 還能獲得幸福金裝修折扣5到10% 還在等什麼 趕快上幸福空間網站查詢吧